一将功成万古枯 但凡王朝更替 总会有无数的白骨危机铺路 即便没有在作战中死去 也难保因伟大不调 功高难赏而被君王忌惮 但是已经76岁高龄的老臣回家养老 每天耕田种地 却还是被皇上下令满门抄斩 这样的事情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维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位老臣的故事 军臣相遇 元朝末年 各地豪杰 因为不满元朝政府 残酷剥削的统治政策 纷纷揭杆而起 那时啊 在各地声势浩大的异军中 谁也不会注意到一名小小的异军头领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家伙 开创了一个规律壮阔的大明王朝 他就是朱元璋 那年的朱元璋 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异军头领 但是那年的李善长 却已经是十里八乡 远近闻名的谋略家了 那一年 朱元璋领兵攻打到除州 在除州的李善长 敲开了朱元璋的寨门 慕名来头 朱元璋大喜过望 连忙拉住李善长 两人就像多年不见的老友 相谈甚欢 两久 朱元璋终于问出了那个 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 先生 天下何时方定 李善长微微笑道 道出了朱元璋 有效仿汉高祖之意 朱元璋心下意惊 自己当时还只是 郭子星军中的一个将领 然而眼前的这个人 却已经一眼看破自己的心思 李善长告诉朱元璋 天下一定会统一 而且还会在他的手里得到统一 朱元璋当时就心潮澎湃了 他把李善长调到自己的身边 今后呢 所有重大的任务 都会询问李善长的意见 随着朱元璋的名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义军开始投奔于他 不过这些人里面两有不齐 有的确实很有才能 而有的只是饿得受不了了 想在义军里混口饭吃 李善长经常观察这些人的能力 发现确实有才干的 就举荐给朱元璋任用 凡是李善长举荐的人才 朱元璋没有不满意的 而这其中就有改变了李善长 万年命运的胡为庸 李善长对朱元璋也是忠心耿耿 当时啊 朱元璋的义父郭子星 不断找机会削弱朱元璋的兵权 并想把李善长招揽进自己的军中 但是李善长非常坚定地告诉朱元璋 我绝不会弃您而去的 未及人臣 经过此事 朱元璋更加倚重李善长 无论是在鄱阳湖大战陈有亮 还是在与张士成决战的过程中 李善长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1368年 朱元璋在应天府及皇帝位 论功行赏时 也给了李善长至高的荣耀 在当时受封公爵的六个人中 李善长排名第一 不仅如此啊 朱元璋还对着群臣说 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立过军功 但是他跟随我的时间很长 论功劳和地位 他可以和汉代的丞相萧和相比 对于朱元璋来说 李善长虽然不像汤河等人 和他相识于威莫 但在反元起义的过程中 李善长多次为其出谋划策 由李善长坐镇后方 朱元璋作战从来没有后顾之忧 多年来他们的情谊也是亦是亦有 所以在受封时 朱元璋也给了李善长 在所有文臣武将中最大的荣耀 像免死铁券这类 皇帝用于赏赐臣子 无上光荣的器物 朱元璋一下就赏赐了两个 告老还乡 当时权势达到顶点的李善长 显然已经成为了全体文官的首领 只要有人敢冒犯他的权威 立马就会遭到他的罢处 甚至当时的刘伯温也不得不避其锋芒 有一次刘伯温和李善长在制定法令的时候 两个人意见产生了分歧 刘伯温同样是跟随朱元璋的老臣 论地位其实并不在李善长之下 按理说两个人意见有分歧 应当摆事实讲道理 最后秉奏皇上做最后的断绝 但是李善长觉得 刘伯温怎么能够当面反驳自己 当即就对刘伯温破口大骂 在当时的朝廷中 还没有人敢和李善长对着干 被李善长骂了一顿的刘伯温 回到家里越想越不安 害怕李善长将来会对付自己 赶紧就请朱元璋让自己告老还枪 面对李善长的跋扈 朱元璋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动作 但实际内心对他已经是相当不满 甚至朱元璋也曾经证告过李善长 一个臣子一定要时刻提点着自己 要是什么事情都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 是会有大麻烦的 一直以来跟随朱元璋的李善长 当然能听懂皇上的言外之意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任何人只要权势大到一定地步 让朱元璋感到不痛快 一旦下起手来可是毫不留情 哪怕他是李善长也不行 红五四年 李善长为了向朱元璋 表明自己不贪恋权势的态度 主动向朱元璋请求告老还乡 可是朱元璋拿到李善长的辞职信 却大笔一挥 直接批了个同意 不仅如此 还赐给他良田千请 朱元璋分明就是摆明态度告诉李善长 安心回家养老去吧 这可让李善长始料不及 他没想到皇上如此不念旧情 现在可是骑虎难下了 皇命难违 总不能自己再舔着脸 到朱元璋面前说 对不起皇上 我后悔了 当时李善长虽然人回家务农了 可是心还放在朝堂上 回到家后 他还一连几道奏书 向皇上推荐了胡维庸为右丞相 胡维庸对李善长颇为尊敬 无论何时 他见到李善长永远是一副谦功的姿态 而李善长这个人是财傲物 特别喜欢被奉承 所以胡维庸尤其讨李善长的喜欢 胡维庸案 为了能够让自己和李善长捆绑的再紧一些 胡维庸和李善长的弟弟结成了亲家 不久之后 他就当上了左丞相 位列百官之首 做了丞相的胡维庸 开始全权处理起军国大事 甚至很多重要的事物不告诉朱元璋 直接实行下去 在奏折中 如果看到了对自己不利的内容 就立马扣下 绝不会呈给皇帝看 权欲果真会让人利欲熏心 胡维庸以为朱元璋的放纵 是源于对自己的忌惮 毕竟自己掌管着大明朝全部的政务 他如果杀了自己 那满朝文武又有谁能代替自己出人宰相呢 可是胡维庸没有想到的是 朱元璋不收拾自己 并不是因为忌惮他或者倚重他 而是在酝酿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虹武十二年 1379年 战成 今我国广西越南一带 进贡 胡维庸又犯了毛病 不去向朱元璋禀报 谁知进贡使者竟被太监看见了 偷偷告诉了朱元璋 胡维庸任成相六年 朱元璋也忍了他六年 朱元璋终于借着这件事 将胡维庸下狱 作为强倒众人推 随着胡维庸入狱 就接连有人告发他 终于在洪武十三年 1380年 胡党及其六部署官进阶被诛 朱元璋一举废除了 延续上千年的宰相制度 而此时还在田间务农的李善长 也从胡维庸的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朱元璋并没有追究李善长 而是让他继续在家乡养老 倘若李善长就此 本本分分地生活下去 对于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他 朱元璋也许不会过分追究 可惜啊 也许是老迈昏庸 李善长竟然做了一件 让朱元璋最为忌惮的事 满门抄斩 洪武23年 李善长77岁 谁也不知道他这一年是怎么想的 突然就要修整一下自己乡下的房屋 偏偏乡中了汤河身边的卫士 李善长给汤河写信 说他想借兵三百名修整房屋 而汤河拿到信后 直接就把这封信交给了朱元璋 在朱元璋看来 李善长向汤河借兵 就是在找死 不管他借兵为了什么 这已经犯了朱元璋的大忌 如果仅仅是这件事也就罢了 李善长竟然还给朱元璋写了封信 请求朱元璋放过自己的亲信丁斌 还没有消气的朱元璋 看到李善长这封信 简直就要暴跳如雷 这种举动的后果 就是让朱元璋直接下令 严刑审问丁斌 没想到丁斌竟然吐出了一件要命的事情 原来胡维庸在和李善长交好的时候 曾经想拉拢李善长造反 虽然李善长当时没有答应 但是他知情不报 就已经说明了他的立场 这下好了 猛反大罪 就连免死铁券也救不了 于是在李善长77岁这一年 朱元璋下令将李善长全家满门抄斩 对于李善长而言 他认为自己追随朱元璋多年 看在救情与功劳的份上 朱元璋不会杀他 然而他忘了 他的地位权势就是他的催命符 晚年的朱元璋为了让年幼的朱允文 能够顺利接过大明皇朝的政权 不惜对整个官僚集团进行清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